邱玉宏指出,台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和军公教改革的一系列举措,令他非常失望。 于是我选择退伍,如今的台当局已不值得被守护,作为一名中国人,我绝不能为分离主义而战。邱玉宏图元,联合新闻网,近日,台湾一名陆军军官,在社交媒体发文,宣布自己选择退伍,台当局执政的一切荒谬已不值得再被守护,所以我选择退伍,作为一名中国人,我绝不为分离主义而战。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,台湾陆军军官邱玉宏,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,自己当初选择从军,是因为相信台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,台湾民众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。 在此信念上,我愿意去守护台湾,守护广大台湾民众,愿意去为台湾奉献,为台湾牺牲。 然而台独奉行的分离主义,让这一切都失去意义。 邱玉宏指出,台独分子们紧抓全力,然后摧毁一切基础与精神,他们带着台湾走到悬崖边缘,然后宣称自己能飞。 邱玉宏表示,他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其实也自知该听他人劝说,看得淡一些,吃着工粮,安稳度日。 但邱玉宏指出,他没办法不去想蔡当局执政的一切荒谬,台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和军公教改革的一系列举措,令他非常失望,于是我选择退伍。 如今的台当局已不值得被守护,作为一名中国人,我绝不能为分离主义而战。 邱玉宏的文章,似乎引发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共鸣。 台湾网友纷纷跑到邱玉宏文章下留言表示,邱玉宏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青年,他既有勇气,也非常有智慧。 邱玉宏是条真汉子。 据台媒报道,近段时间以来,随着大陆一系列会台政策的实施,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同度可谓不断上升。 日前,台湾小学生林泽勇在介绍自己时,就明确表示自己来自中国台湾省,在台媒此前发布的《2018台湾民新动向大调查》中,台湾民众赞成两岸统一的比例更创十年新高,而赞成台独的比例则为十年新低。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此前所说,大陆这些年的发展进步,和一直以来推出的优利于两岸同胞的这些政策措施,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感受到了我们对台湾同胞的真情实义,也感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各领域交流与合作,是对台湾老百姓有好处的。 日久见人心,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会慢慢觉醒,明白这些道理,然后跟大陆同胞一道,共同去推进两岸的交流合作,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,来源海外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